半熟恋人是一档主打素人嘉宾谈恋爱的真人秀综艺 事实上十位嘉宾并非完全都是素人 王能能年轻时候参加过快乐男生 于悦则是最强大脑的选手 曾经还参演过网剧 女嘉宾罗拉在此之前已经参加过多档综艺节目 忘不了农场 拜托了冰箱都有她的身影 全网粉丝已超百万 已然是名副其实的圈内人 真正的素人也就罗颖 杨孟庆 童谣 黄瑞恩等人 娱乐圈有一个潜移默化的行业规则 成为机构会根据艺人的名气作品 给他们定出一个咖位 在称谓上不外乎使用综艺大咖 影视大咖 电视剧女王一线明星等等 网友平常也看不出咖位的区别 但是一旦艺人出席一些活动时 在咖位上的较量就特别明显 艺人在座次或站位上非常讲究 俗称就是站C位 谁在C位谁的咖位最高 如今在半熟恋人这样一档恋爱综艺里 竟然也出现了C位之说 倒是让人大为惊讶 在最新一期加更节目中 皮皮也就是杨孟庆 组织半熟公寓女嘉宾外出活动 他们一起前往杨孟庆精心布置的拍摄地 准备拍摄一组婚纱大片 众所周知杨孟庆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摄影师 在拍摄现场无论是嘉宾的裙摆 场景的灯光 齿醒的角度 她的要求都极其严苛 细致入微 平常就是非常酷帅的皮皮 认真工作的样子更是洒爽 令人着迷 皮皮先给每位女嘉宾拍了一组私人婚纱照 每一帧都是无比唯美的画面 相信这一幕成为女嘉宾 未来生活中最珍贵最完美的会议 随后 半数公寓五位美女嘉宾一起拍摄几张合照 皮皮也在节目结束后 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分享了 本次拍摄婚纱照的过程 及心理感受 并且附上了几张精美绝伦的婚纱大片 却有网友对照片里的嘉宾站位提出疑问 怎么有种罗拉被孤立的感觉 皮皮看到留言后第一时间做出了回应 真美我给你拉姐安排的C位 不懂美学可以简单学习一下 对自己审美和认知都会有所提升 还有网友企图挑唆嘉宾关系 罗拉怎么修的城里面最不好看的了 皮皮则毫不客气的回对 估计你眼睛不太好使 在皮皮分享的婚纱照片中 罗拉确实是在最中心的位置 只不过她是席地而坐 跟其他几位或站或坐的女嘉宾 显得不那么搭称的样子 皮皮回应一方面自信又霸气的 彰显自己的摄影水平 另一方面也明确 罗拉在半熟恋人中的地位 她果然是大家心目中 无可争议的C位 其实网友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疑问 主要还是因为王能弄 王能弄最早是跟皮皮约会 两人相处非常融洽 让人舒服 在一起很有CP感 只是天选约会之日 王能弄跟罗拉有了第一次独处的时间 就是这次接触 让王能弄彻底上头了 她很明确的向罗拉传递了心动信号 同时也尽量在和皮皮保持朋友的距离 皮皮却始终放不下王能弄 罗拉和皮皮都喜欢王能弄 两人可是情敌关系 所以网友会觉得 皮皮会不会有意识的孤立罗拉 罗拉在看到评论后 也参与了评论 她感谢皮皮的同时 特意点了一下故意引战的网友 你说我不好看 我跟你急 其实真的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皮皮的话也已经很明确 以罗拉的名气定论 她都已经是C位了 粉丝还是要争什么呢 况且 女嘉宾们无论是在节目中还是线下 都是坦诚相待 亲如姐妹 这份纯粹的友谊不好嗑吗 大家说对不对 还有哪里是在节目中还是线下 青银子的附论 小银子的附论 一本就是在节目中还是线下